互相檢討之類的 那鋼本你覺得 或是先其他的 上次柯達8為什麼會 那麼驚險 有沒有人可以說 那個答對有獎勵 會專輯 喔喔喔 老師很大方 後補的地方 怎麼說 大概形容就可以了 你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我可能就 會死你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 沒有看的 可是 打 尤尼克打完 開始主戰 所以 我們當下看到是後補 嗯 就是內補的地方 我的麥是不斷 有一點但是 應該說一個 比較細細一點的 可能人員去打的時候可能打輸之類的 這這樣子還是 其他的問題 VBI 就是人有道可是兵好像是沒有道這種 當下看到 還有嗎還有其他人有 就是覺得可能克查班那一天為什麼怎麼那麼危險 沒有啦 彈彈彈彈 獎勵呢 你說我 我的話 因為我是那場的指揮官 其實 內補 對方不斷嘗試 然後每次去做兩三個武將 然後我有 立即性的安排人員去 支援去斬將 但是那個 陳孝桓部長 我特別注意就每次去 呃 我派過去的 那個大部隊 比較大的觀念是 就踩住內補 不要被戰 他們 跟我想要傳達的資訊 我是希望他們去把他們清一清 那他們可能 呃 他們的理解是先 把點 搶回來 然後再去斬將 就變成說 欸他們確實把點拿回來了 但是那些沒有清理掉的將就跑去我們的缺口後方去偷我們的泡兵 導致小溪跟你的泡兵都 一直受到威脅 對我那時候看到就是你們 內補 已經被壓進去了 可是你們人人還在 左半部邊的那個補給點那個 情況是 當下是什麼 是你的 已經看到他們在壓內 可是人都聚集在左邊 或者是中央聚集 你們當下的命令是 先把中央聚集點拿回來 嗯 是 先回本身 嗯 我想知道一下 這要剛本才能回答 對因為 我應該 簡單講說就是你 那個 兵是怎麼 派的 比如說你的城牆缺口是幾組 然後大門幾組 然後 內補 遊走的幾組這樣 我這邊15隊嗎 缺口是固定5隊 就直接分成1組在那邊 那邊5隊 有時候 5隊至7隊 5隊是基本款 另外兩隊就是兩隊泡兵 就是小溪跟 那個 一隻鳥的 他們的泡兵在那邊 然後中央據點會固定放兩個人 架方正 然後城牆呢 會固定放 就城牆的 就又城牆往內補的方向 那邊會有人一直爬梯上來去內補 所以我安排的 UUR跟 五隻魂在那邊 那邊有兩個人 那邊有點像是偵察兵 也避免人家投 然後其他人的話就是在中央據點 正門的那個城牆 防止他們上我的 城牆之後架砲 然後轟我缺口的方正 嗯 所以 缺口5隊 自7隊 然後大門 每一壞大門就至少 有2隊至5隊 然後 右城牆那邊 往內補那邊是2隊 大概這樣配置 然後在其他多的 那就是騎兵隊 騎兵隊會固定把他放在那個 中央據點跟缺口之間的巷子 他們在缺口破的時候 或中央據點破的時候 可以立即性的支援 大概是這樣分 那我現在開始終點了 嗯 嗯 以我判斷就是 先說 人員調度問題 港本 是有調度的 當下有調度 但是有些資料 可能 假假設 我是一個破口的進展 我可能撤離了 看好像沒什麼隊 或是我待這裡的時候 我沒有 沒有人網上報給他 所以他可能突然 這個資訊不知道 然後結果人家進來的時候 嗯 就來不及了 所以趕過去了 已經就已經形成破口了 就已經壓進來了 可不可以直播那個影片 然後 講說大概什麼時候 因為我看 我之前看的 好像每次 都是 破口的被掉走 然後破口被關進來 對啊 但是因為 我不知道 因為他衝突很多次嘛 那我不確定你講的是哪一次 我這樣講好了 不好意思 可能 明白一點就是 今天港本調度的時候 但是 他不能知道實際的狀況 所以可能正門少了 破口少了 他都不知道 然後有些人可能調去城牆上的時候 這一點可能說 城牆上太多人了 所以底下根本來不及支援了 類似這個問題才形成 不管是正門 還是破口 就這樣還聽得懂嗎 但是這個問題會分兩個 那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港本叫兩個人上去城牆 但是去了四五個 那就是人員的問題 那或者是說港本叫太多人上去 就是變成指揮官的問題 那你們是遇到什麼問題 那你們覺得那時候是 人員嗎還是 呃 其實都有 指揮官這邊我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我的判斷變沒有錯 就是說 呃 我把缺口的人 掉去城牆 這個部分我一方面就是要保護缺口 但是也會變成說缺口人數會變少 他這就是一個取捨 那這樣的取捨結果變成說 對方好像有察覺到 所以他們 我的人掉去城牆之後 他們居然就很快速的在缺口集結 然後就發現缺口的 兵力並沒有很多 然後就灌進來 所以 就覺得 呃 我 我那要說我確實是有問題 沒錯就是我的變動 沒有比對方快 我覺得這是我目前最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把兵掉去城牆 這個是 這樣的決策我覺得是OK的 因為 我們好幾次 分析這張圖 我們都有個共識說 假如我今天城牆上的人 人上去了 那邊架個舊炮 我缺口怎麼架都沒有 那邊 這時候打斷你 是 呃可能這邊就要 不好意思就是 之前我們 打武術場了嘛 然後但是都會注意到城牆 不管攻火或守 其實城牆是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變成說 我們都 一直在在乎那地方了 應該只是派 可能說一定的數量就好 不要再高於那數量 才是對的 對 我有開直播 我有開直播就大概這個時間點 我也是在看這邊 對這邊就很明顯 我這邊真的拉了很多人 到城牆 因為你看對方其實也在城牆上來了 然後這邊其實我不能不管 所以我就拉了人上去 但是這邊我缺口 其實就原本的配置就有四個 三個這四個 也都過去防守 但是就被 就還是打 就打輸了 所以 就缺口這邊到這邊就被進來了 因為其實以往啊 我在這樣 我這樣的配置 我有西雲的女武神 S77的方陣 然後半兵位的平推 然後兩個炮兵 其實這樣守得住 可是在禮拜六的 兩三次零土戰 他們都 我們都沒辦法守住 他們以往這樣的兵 可以輕鬆的防守 但是在那一天完全不行 他們是有什麼特殊的兵種還是怎樣 為什麼他們進得來 因為照你講的那樣子 我覺得要進來很難 很難啊 但是不知道 就好幾次缺口就這樣被打進來 好我這邊 分析一下 可能是有兵團的問題 但人數有差 但是兵團 像我的話 我覺得可能我們兵團太被動 因為都是近戰 甚至說超長槍 那我不靠近你就好啦 或是 有武將去破陣 是 火槍去丟那個轟天雷 就破陣了 類似就可以 可以很快的壓進去了 那這時候我 會比較強調就是 放個雅萍 在那個 雅萍 雅萍 雅萍也有呢 雅萍其實我都有安排 喵姊姊帶 可是這一場前面 我現在看來這一場 為什麼會突然 那段時間點為什麼沒有雅萍 是因為 對方蠻賤的 對方很聰明 你看其實我原本是這樣配 喵姊姊帶雅萍 S77方針跟 西元女武神 S77方針 你看這個兵 基本上真的很難攻 然後雅萍在這邊 但是那邊有個時間點 是武將 對方的武將從這邊爬上來 收掉了妙姊姊 然後讓他的那個 雅萍就這樣撤退 對那個時候 所以 那我就糾結於 是雅萍太少了 你覺得是雅萍太少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啦 今天超長槍跟 就方針跟 跟雅萍我會選擇雅萍 會大於超長槍的原因是 他攻擊有 而且你不理他要不行 變說 我舉例 今天一個盾兵 跟一個超長槍 一個盾兵跟雅萍 你覺得哪一對會比較優勢 你們覺得 要看武將有沒有破陣吧 如果武將能破掉 那個 就是說盾兵加雅萍你這個很怕破陣 如果那個被破陣的話 會被人家輕鬆進場 但如果你剛說防守的話 如果是以防守 盾兵加雅萍 可能會有優勢一點 我覺得還是兵種配置問題啊 你盾兵加雅萍你跟我盾兵加一族騎兵的話 那我一定黏掉你啊 對不對 因為就是我只要能有人去電 就算是工匠團都可以電掉雅萍的攻擊 就是 是沒錯啦如果說 一個 一個就像那個剛才剛本講的你有大盾你有超長槍你有雅萍 基本上是超級難進來的 但是 這三個等於三個角你不能 其中一個掉了 那就 你看超長槍加那個大盾其實大家都破過這個陣型大家都打過 應該也不需要講 那加個雅萍林就是你連要 武將要進來的時間我都幫你克制掉了 正常的話我們後面還會有一組 騎兵 就是像那個你講的有人在遊走的那種所以 陣型基本上是 OK 只是可能是操作問題吧 還有就像剛才講的可能 一個不小心被送走一個人 還有 其他覺得可能是哪邊有問題嗎 人員 還有 兵團配置 兵團配置我不能干擾但是指揮官他們會自己安排 只是說 有可能的 問題是這裡 之類的 那有沒有其他還覺得是什麼問題 才造成這次 三場 都很多危險 你除了超長槍 大盾 雅萍林 然後另外兩個是什麼 鏡中 你可以去看看 他們進不了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騎兵衝過去 把他們殺光的 他們是可以進來的 有幾次他們是進來了 然後我們是 不然一衝破他們的 就是講 騎兵可能衝不好 就 這樣子他們壓進去內部 就是救場沒救好嗎 就是救場沒救好嗎 有衝過來的情況 對 所以講 以前我們是打得很輕鬆 因為我們是正北衝過去 就可以 清掉他們嗎 現在沒有正北 所以 防守就變難了 然後我們 現在 就是靠 波蘭伊 疊個 疊個點去 結論就是沒有正北 就不會玩這個遊戲 不是 不是 要衝得比較 比較漂亮 好 那我這樣解釋 現在我看的情況 就是 可能當下的人員 不夠頂 對方的數量 所以這可能是調度 那些等等問題 但是如果我舉例 破口 可能有五隊進來 其實有兩隊 去頂著在小都那邊頂著就好了 那炮兵就可以作用到 把他們逼出去了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但只是就是這個步兵會不會操作 我等等會解釋要怎麼操作之類的 有沒有想要等你們看有沒有說類似這種問題 調度我還是比較好奇說是 因為有的時候看到是蠻多人去同一個點 比如說剛才在抓後補的時候我們 大概這邊是遇到六個人 然後對面是三個人 對啊我就是想 講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看 其實我們去 進攻 克喬巴的時候啊 應該是 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也是可以 衝破他們的缺口 因為因為 他們依然也是沒有 正被去防守 我們也是可以壓到進去 不像以前 這個是第一個點 這個是第一個點 就是啊 我們 我們其實 兩個 我們跟金融也是可以進到缺口的 第二個點就是啊 我們的重點是放在哪裡 如果你去 你去看 EP02的時候 20幾分呢 我們的重點放在中央據點 不是 放在內補 不是放在 左補 那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壓到左補 我們兩次 啊 要放去 中央據點的 中央據點 就是因為我們沒了 左邊的補給點 才要 退回去 其實我們可以給他們 去中央據點的 我們 手 反手 守好哪一個左邊的補給點就可以了 13里再 往前一點 對啊 啊 啊 第一個問題就是內部哪一波打輸 我們 就很快啊 然後我們去 既然啊 中央據點這個 確定可能 可能 有一點問題就是 啊我們中央據點 啊 拉穩了但是啊 左邊的補給點我們打不下了因為 哪一個補給點已經是他們了 所以他們一直 哈我們的兵 我們中央據點 依然是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圖的重點就是這個 左補 現在考的那個補給點 對對對 誰 誰得到這個補給點誰就可以拿到中央據點 對 基本上 那個我看 三大疆他們在打也是這樣 就是那個補給點比中央據點還重要 你的中央 中央掉了可以拿回來但是補給點 更難拿回來 嗯 因為他們這個 這個重點就是這個補給點很靠近他們缺口 然後他們的機緣都是缺口進來的 而且他這邊可以就是很簡單的做包夾的動作 對 你看我們01還是02都是救不了這個補給點的 他們一 進去拿到的時候我們救不了 可是我覺得像這邊啊這個 操作也是有問題的就是 可能要去斷人家的那個缺口進來的 對 就是 你一定要去斷他缺口進來的不然他 復活的 或者是新進來的人 他會一直綿延不絕進來那你補給點了你就 就跟他消耗啊 就可能要變成這樣子吧 然後暫停一下 你看我現在 故意在戰城牆我剛好進去我去戰城牆 但是 我們之前的部隊都是直接慢慢的陸續的送而已 你懂嗎 就是人家已經集結在那邊 一團在那邊了 但是你就是可能說 可能騎兵 中過去 意義不大 之類的 變成 你不肯以少勝多的 那這時候要怎麼做我是放雅萍在那邊打 然後架砲 但是 我 到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去進攻了 然後這邊是沒有人去集結 你聽得懂嗎 因為已經被掃光了啦 前面被換掉太多 我剛好進去才去那趕快去那邊 像我在那邊架雅萍其實就很好吃掉他們 只是數量太多了我也沒辦法 然後這時候他們已經確定要攻本陣了 我雅萍就走下樓梯 架在那個 有點屋簷的地方 屋簷喔 呃本陣的右上方 呃知道嗎 這邊嗎 這裡嗎 對對對那個右邊一點點 這裡啊 對對對 OK就可以打兩邊了 放一個雅萍在那邊就好了 但是沒有人去做這些 地方 然後這邊我們其實 缺那個 小門 太容易被進了 都是那邊 進好像兩次吧 這裡還是這裡 小門小門 破口那邊 對啊因為他們 這邊離補給最近了 所以真的是 那時候也是亂啦 所以剛好就從進來就 真的是 太危險了 總之那三場都 太亂了 然後導致 還有人員 我是覺得可能是什麼呢 你可能經常 往上報的人 都死的差不多 或是他一在忙 所以沒辦法回報 所以你根本無法知道 確切的戰況 你聽得懂嗎 你也不好說調度 我覺得可能這個原因 還有沒有其他有什麼問題 對我也同意就是 常常 那一邊 太多機緣了 啊我們跑來跑去 機緣不到 缺口那一邊 我覺得 重點還是要放在 左邊的補給點 然後啊 我的 感覺就是 他們 啊 去常常的病 不是很強 我 比如我 我就是帶一堆 所以啊 五一天就可以吃掉 三隊的兵 中之還有 狂戰士還有 啊 啊 是兩隊 兩隊的兵 還有兩個武將就可以 給我吃掉 嗯 因為因為他們沒有投石 所以我們 打城牆還是很有優勢的 哦也是呢 然後 我想請問一下 不好意思你說 然後我覺得 狂戰士在打這個城牆 好像 沒有很好的發揮 因為他們 通常都是帶什麼 都是帶中之 還有金鐘 他們 一個是 鞠馬 一個是 平退就可以吃掉你的狂戰士 所以啊 可能 配病的時候要考慮一下 這個重點 病团問題 病团的問題 成長病团的問題 但是我一天有一個問題就是他機緣的出度很慢 就是講你去啊 內補還是左補 拉去 成長 上邊的 拉去成長 上邊的 去機緣都是 大概要一分鐘到兩分鐘才可以到 也就是一個問題 那我這樣問你 你 你 破口會放幾個人 正常來講 五個啊 五個是七個啊 然後 中央呢 中央兩個而已 有時候戰況回擊只會放一個 內補呢 內補不會放人 因為內補對方沒嘗試我方便就沒意義 那 那個 城牆 呃 往內補的 我是覺得叫左的 左城牆拉 恩 因為手方看的話 我這樣看 我習慣這樣說啦 恩 左城牆空虛那邊 你就要放幾個 那邊 我一開始就安排 我 魂哥跟 UUR 最一開始的配置就是降本 對啊 對做兩個 最一開始的配置就長這樣 好那 又城牆勒 又城牆 不會要看對方我會爬 又怕才會 才會去搞 又怕了我才會去摳人去用 那你覺得總城牆上面要分配幾個就好 分配幾個喔 這其實就是我蠻為難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一直有想過就是 呃 城牆那邊 要不要打回來 因為如果我今天不打回來 狀況巨點天會掉 所以有時候我 戰況很緊急的話我會基本上把 呃 缺口以外的人 都會掉去城牆去防守 呃你看一下哪哪一波有那個 城牆上面湧上來的 有 你 聊一下那個在哪裡 大概這邊 那傑哥就是我一個可以吃掉他們的冰團喔 我都無謂他 你不要這樣啊傑哥 這個只能說是你個人的能力問題啊 不是啦是冰團 對啦就是 冰團配置啊 冰團配置 嗯 你看我就是一個一個人推過去推推推推到完的 嗯 所以其實 金能有他厲害的地方就是他 缺口那個城牆那邊上的也很快 他們這個時間點是他們缺口才剛打完他們就直接上來 他們就一直缺口城牆缺口城牆這樣嘗試 你們有派人在城牆上面一直看嗎 有啊 有啊魂哥跟UUR 對他們是在 左側嗎我們現在看地圖的左側 嗯 那正面的 因為我想說他們好像突然間就已經上來了呢 啊 很快啊他們 很快那個就是 正常來講你在 集結的時候 然後 就是 他們是騙的嗎就是 可能是 那個在 破口然後突然間 就是 直接轉上來 這樣子的 呃 破口對 你可以看啊他們 幾乎是 時間時間差是很短的 還是他們已經 你看他們 他們這邊缺口都還在集結還在 然後突然 停這邊停一下 這邊嗎 那對這邊停一下 嗯 因為現在的話那個比如說 圓藝金貪財 就是好 你 下面只要兩個人而已 那為什麼 有這麼多人在下面 大門 我要說一下破口 不應該推這麼 出去 嗯 可是如果不這樣 我發現這個我要講的 可是沒那麼推出去 你們去到哪裡啊 呃 四分這邊啊 這邊 就是就是到他那個 龍起來那邊嗎 龍起來 突出來的地板突出來的那邊 可是 之前就是架太後面 變成說他們進來 炮兵跟器械都可以架 還是 一直講覺得還是不要架他們後面 什麼意思 因為我如果我們架在後面一點 我們會留 他們會有空間可以架正 然後變成他們後面就可以架炮 然後炮兵可以進 我跟妳講我在 Semi後面 那位置 直接加炮 我加一個加舊炮 一個加那個 比較大關的叫什麼 將軍 對將軍 但是將軍會打到隊友嘛 所以比較尷尬 然後 舊炮我就是 可以秒後面一點 甚至炮兵的地方 我這樣就 有做到有效的牽制 只是將軍炮要小心一點 不要炸到隊友 然後就當步兵用啊 我就像用了一樣 把這邊我再跟我 我在跟叔叔討論看看 看他覺得架後面一點感覺怎麼樣 因為我就 就我的經驗 我們最一開始在跟NAND打之前 就克斯阿爸掉之前 我們是架蠻後面的 然後 就是因為架的太後面 變成說他們的騎兵有一個辦法 可以跟他們就有空間可以做轉彎 然後他們一轉彎過來 就可以直接衝 然後變成說 我們變成說我們 NAND防守我們進攻 他們就架很前面 我們那時候缺口在騎兵在進去的時候 我們冰都還不能轉彎就直接撞到一組防針 我覺得啦 這邊防守的配置 應該是小鹿 可能兩隊 然後 樓梯下來那個 中間 方方形的 地方 他下面不是一個缺口 樓梯下來這邊喔 沒有破口 左 右一點右一點 Semi的右邊 Semi的右邊這邊喔 在下面一點 這裡喔 這不是缺口嗎 這邊可以放兵 放一個步兵一個雅瓶 那步兵是因為 那個可能說出來去擋一些 瓢的等等的 然後雅瓶架出來 那就差很多了 今天他要壓你這一個 那個雅瓶這一隊 小鹿也要不要出來 但是這個小鹿也不能說一直往前推 只是適當的去推進就好了 威脅 他就不敢亂衝啦 或是甚至說有那個 平推的話就有差啦 嗯 我覺得平推不能取代 很多台式很怕 像可能說用什麼小盾 去衝撞 但是有 距離才能 造成 他打得贏 平推啊 之類的啊 平推還是很有用啦 尤其克制騎兵也是有用的 你們覺得這樣子如何 剛好人群就不用再調動啦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 人員都在小路 那個小路那裡 但是 他可能不不鳥你啊 然後直接灌灌到後面 我就被灌過 尤其是騎兵 你講我就是 做麼我們沒有平推的 真的沒有 有平推我們就可以拖住 然後中間巨點就可以 過來寄人 剛本你們可以看一下我直播 這是三大將在守一樣地圖的 他這邊是破口 我看了 就是他這個破口你看他們家什麼鬼東西 一堆跑 這是我在你們地圖上沒看到的東西 然後你看他的配置 他其實 雅萍你也有一組 然後其他也是操場槍兩組 兩組平推 對他們剛才其實是中央被 破進來然後清掉之後敵人也是 金龍也是麻煩馬上轉 這是金龍的慣用伎倆的感覺 他從那個 這邊是打城牆 有沒有一樣內補在偷 一樣內補偷然後中間空虛 然後中間就進去 然後被清到一部分的時候他們就直接轉 有沒有這中間的時候 然後馬上轉他的破口 但是 他們這邊真的是蠻噁心的啊 就是一堆槍一堆炮炸到你不敢進來沒辦法進來 因為 比如說你雅萍林你只要被炮打到那個那個 那什麼你前面有盾嗎 你有雅萍林他前面有盾 你一個舊炮掉到的話他的盾就沒用 然後金龍一樣每次都是一直不斷的偷 所以你可以如果 還會再跟金龍打的話你可以看一下神大教他們跟金龍打超多場 就是基本上每次都偷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重要的一件事 我忘記說了 我們 可能說安逸太久了 有點自大了 太輕敵了 是不管任何人啦 包括我自己 大家聽得懂嗎 OK 所以才造成突然 怎麼破掉然後 很亂 都亂了 有幾個問題就是內補不應該輸的我們 一個人是第1個點 一補輸掉哪一個之後就 扔掉了 然後中間聚點 你不是要固定人員啦 嗯 如果打金龍 對啊如果打金龍的話也有可能要 我是可以稍微幫忙如果在 中間的時候 武將 所以可能要派一個遊走的去 所以 你們不是有騎兵隊嗎 對啊有啊 就是有在有在那個 那騎兵隊是放在哪一個位置 騎兵隊 小巷 這個缺口補給點小巷 然後有如果內補被打也會放這邊 都會安排 我覺得他可能要拉到中間一點 這樣子的話 嗯 可是那空地那裡比較好 一個凸起來的圓庭 對對對就那個涼庭因為他這樣子視野很大 他在涼庭的那個視野很大 那破口那邊基本上只需要指揮官扣他就過去 我講一個像 第一場啦 剛好 一開始就偷那一波 我好像一開始然後變成說我剛好直接去換雅蘋 沒有部隊在我前面啊然後我只能算用雅蘋好了 當那個進戰用 結果那一波就贏了 是靠雅蘋贏的 我附近沒有什麼部隊 我只能這樣提啦 我覺得雅蘋對我來說不可取代 你覺得要幾組 我這樣說嘛我跟小七是 會帶但是 炮兵 這個觀念要先講 炮兵要優先 原因是 大量灌進來的時候 壓平沒有用 不夠用 因為他換那個弩啊 根本 不可能壓制大量敵人 一定要用炮兵 不管有沒有下雨 炮兵太重要了 不能取代 我建議也可以有噴火冰 噴火冰就我就不是想像要問其他人 因為我們上次打是有待啦 然後是噴得很開心 當然我們那個 尤尼克基本上也是城牆戰但是 不管你來多少全部在那邊跳舞 那個就很有差 問題是那個炮兵的數量有沒有人有 現在我相信 那個不管是士庭還是江湖一定一堆啦 我看過那個兵種啊很多人都有 因為你炮兵不需要多啊你一場 一個 一個到兩個 一個就已經有就已經很好了兩個就很多了 我覺得是要看戰場來講比如說這場的話我覺得 你可能在破口 有一組 然後那個人家打哪裡就去哪裡反正噴火冰跑很快 你那個噴火冰跑算快囉 他就是 你就是在那個 破口那邊小巷子或是有大盾保護的情況下 埋在後面裡面 他的射程就比超常槍還要遠一些 小巷子或是有大盾的 小巷子那邊可以用 嗯 根本根本可以去看一下我們進攻科查吧嗎 可以 那一天我們一天呢 科查吧嗎 8的1吧 地圖一樣 地圖一樣 然後那個 我们去21分30秒 这个开始我们21分30秒 这个就是我们跟他们的监虚一样就是进攻到内部 然后我们五个人在内部稳住 然后这一波我就是 就是试过用波兰伊拉到回 缺口那边冲他屁屁 但是他们很好 就是他们的针都加好 他们顾好他们的屁股然后缺口就是 哪一个时候打一波啊你看到我就是拉波兰伊过去了 然后缺口这个可能要配合一下要进攻过去 然后就是讲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是第一次用这个墨计划就是 内部我们拿到了然后我们 哪边有四个人不知道要干什么才可以 配合到这个进攻 这个你其他后面的人在内部的 对对对对 没有在做事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如果有机会 事件是拿到内部的话我们要压到 他们左边的 啊补给点 对正常应该是要用内部去换他的外部 但是他们 因为外部的价值大 但是我们这个方向错了我们 是压到他们的中原区点 第一波先到那个 破口破口就有点 呃你去站他 外部的话他应该破口的就会退了 嗯对啊 然后他中央据点如果有多的人也一定会过去就是你们那其他人就要 跟上然后外面的就可以 视情况进场 嗯对对对 现在看起来就是变成说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又出不来的 里面就慢慢的被磨掉 你看起一个啊对意志了就是结一边轰轰出他们缺口 就是 逼推他们 嗯 就是跟他们差不多的我们那间去 就是 那现在是内部 没有在 动作还是被牵制着 都有 没有动作啊 我那时候给的 我给的那个确实是没有很很很明确我的想法是说 我我那些人是要去钓鱼 因为我在想说金龙他们可能会想要去打内部 我想趁他们派大量能力去内部的时候我 我的中央据点跟缺口 压力比较小心的话可以进去 但是 事不如意啦 但是确实如果跟声明讲的一样我如果那时候内部换到如果直接去 缺口后面补给点 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他们其实可以 不需要有那个内部 就是他们你看他们重生点跟那个 破口还有中央据点 都可以靠那个外补 就 可以做补进 那他们重生的地方其实也不会经过内部 所以你也断不掉他重生的 冰原 除非你去 断他的冰原 你看他们防守也是防守缺口不理理 内补的人了 你看 对啊 那天我很有感想就是 怎么掉都掉不到啊 不只是缺口 连中央据点都掉不到 中央据点永远是两对方的那边 就是他们很清楚 外补就是重要过内部 外补掉了就是中央据点掉了 那一场我是中途才加入 所以我也 不能说什么 我无法了解太多 所以确实 我们那 我们礼拜留下三场 可能真的明显是这个 缺口据据点 他们重视程度的落差 忽略了 嗯 你看他们压去中央据点 我们中央据点是赢的 嗯 我们中央据点是赢的 但是我们 没有用处啊 因为我们外补没有拉到 对呢吼 然后他们随便就可以重整了 嗯 不然其实我内我这一次进区的内补 这个阵是下的很好 他们是慢慢推进的 但那时候目标可能设定错误了 好 天哪 所以金龙 对其实金龙对这个图也很熟悉呢 如果他们已经跟 吴苦打那么多次 他们跟吴苦一直都在打 那个什么谢尔玛 拓伦还是什么鬼的 都基本上是 这个图 金龙 都是在打金龙还是什么的 哦难怪 OK 好那老师还有吗老师 呃我想要讲之前跟你说的 打法那个 右城墙的 右城墙 你说进攻的时候还是防守的时候 进攻 好 防守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 调度人员问题而已啊 嗯 还有冰 冰团配置而已 嗯 好等我一下 我直接以没有工程车的打法啦 然后 看你们听 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PO在 教官那一个 那个区 我们先看一下我再讲 呃 两队骑兵四队亚平这么硬哦 哦两个亚平 这样我步兵剩九个 九个应该很多了吧 嗯哼 还是不用刻意配我就酷酷上司跟你说的啊 嗯 嗯然后之后没有办法 用攻击啊 只有那一次八离一而已啊 好 之后就没打了 呃 都略 略看一下 所以你讲的是 城墙这边先破吗 呃看要破不破是看指挥官啊 因为怕骑兵突然骚扰 不是吗 对 然后你说左城墙这边 你直接用讲的好了 一开始的配置是左城墙 那个 呃 破口 要安排一个炮兵打 嗯 对不对 然后 另一个炮兵是往右城墙 的后方 有没有还有一个炮吗 右城墙 嘿 到这边吗 呃好 你可以放他也没关系 嘿 这时候是不是有亚萍 呃基本上是两队 嘿 一开始就稳定有的 然后亚萍加上其他进战 九个进战 嘿 但是九个进战看你 怎么安排而已 那你随便带两个就好了 嗯 也会听得懂 呃亚萍跟 两个进战 去右 右城墙 这边 然后两个进战是走城墙 两个进战走城墙 主要是 骚扰用的 嘿 现在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 想法 将12345678 将霸主哦 你想要打中央据点啊 那其他7个要干嘛 就看 呃 呃指挥官怎么配合 就是想要去打内部之类的 我是故意这样子先 不要太多的固定班底 不要太多的固定班 嗯 然后 是简单核心成员的配置就好了 嗯 这样听得懂啊 嗯 所以 变成说 很自由的可以搭配你要怎么做而已 那等等我会说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呃 钢本 是你的话 剩下的人员你会派哪里 嗯 嗯 我有一个小问题先 就是你 雅萍跟炮兵怎么上城墙 前提是有攻城梯的状态下吗 没有 我故意不要有攻城梯 那你雅萍跟炮兵是不上城墙的吗 炮兵是不上城墙 雅萍是要 但是炮兵是要掩护上城墙 但上城墙右城墙是有三个楼梯可以去做趴的 那 其实可能说 右侧第一个楼梯 比较不适合 我后来也想过了 但是 偷内部的 其实比较适合 炮兵是可以轟到上面的 确定 我确定 嗯 然后变成说他们 上面是哪里 这里哦 中间那个楼梯好了 中间的那个楼梯 右侧的 一个凸出来圆圆的一个 这个哦 不是啦 又城墙的楼梯 没看到一个楼梯口 这个哦 不是 对右边 哪个小通过 那个头内部的那边 小通过哪一边 下面那一个 下面下面 这里哦 下面啦 这里哦 可以啦 放到这边可以干嘛 那这边是有楼梯 对不对 嗯 那这边有好处是什么 今天你要内部上来 或者是从中央居然上来 这是最远的距离 那通常不会派非常多队 在这边对不对 嗯 那如果一口气爬上去 是数量够多的呢 我只说 4个而已 我只说 故意说4个而已 其实可以配置更多的 那这时候炮兵的作用是 去打城墙上的人 进行掩护 是可以上的 那如果玩过炮兵会 知道其实这样打是 掩护的上去的 打那什么楼城关的那个 估计 低点那个那个方向 是这样都可以这样做的 这样还有问题吗 OK 但是这个目的就是掩护大部队上城墙 然后要把战场把这边给站住 对 对对对 然后 那这边 右城墙这个角落你们觉得 有什么优势跟劣势吗 这里吗 右右边 这个星星那个 哦这边 这边 我会觉得亚萍会不会太多 你如果一个亚萍要 那个 最里面的那个城墙去做骚扰的动作呢 就不然的话你看你那三队 如果还没爬上去你靠一个小炮掩护 有点担心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现在是要四队 那个 两个亚萍尼两个进战部队上去对不对 爬上去 那 在爬上去的时候有人演 就是如果说你有在一个内部最里面那个 那个梯子爬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注意就是 呃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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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边上面有至少打一队或三队啊 嗯 哦OK 因为我 我其实是很核心只是成员那些先放着 然后 随意就是 指挥官怎么掉度而已 嗯 我会说明白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 你目前这样看 感觉就是站中央据点啊 嗯那你们觉得这样可行吗 嗯 可行率 可能还是会 有扯到稍找那个补给的问题 而且他有小炮可以反制你 呃这边是可以打到小炮可以打到没错的 嗯 只是说部队是不好上来的 因为 要绕比较远的距离 可以上来到这里 嗯 那这时候 我看一下哦 因为他的那个位置其实炮是打得到的 你现在是讲说 人员是放在星星那个位置对吧 对啊 增加上 对啊因为我就担心说你小炮可以从 那个 布济旁边的那个 那条路 应该是可以打得到 或是中央据点后面那边的 炮都可以打得到 可以 呃 呃 我说敌人的敌人可以打得到你 对对对 敌人应该只能站圆环那里才打得到 这里哦 对因为那建筑是够高的 对啊基本上这边应该也会有人放吧 呃很少 其实说 你刚才不是也是在他的左侧一点点 就是你的小炮的位置 哪一个 就是他左侧在过一个block 小炮这边 就是就是 那个一只鸟防守的时候应该是在本镇正下方的那个对不对 啊 就是你一开始架的位置是不是在本镇的正下方 这边哦 本镇正下方 这里 下下下那个是补给点老板 他说楼梯的补给上面啊这里啊 你根本是架在这边吗 这边打不到 太远了 我想说你防守方的时候你是架在这边吗 我是 补给 补给来回跑而已 那边那条路 的确 补给来回跑 就是外补 那其实到你现在我们讲的那个 小凉亭那边很近啊 是啊 如果人家有意识到说你那边上来的话 吊炮是蛮快的 呃好那我先假设是有的但是那其他部队呢 你说我们还是敌人的 呃敌人的敌人的会 绕很多部队来上来吗 就是 上 我们上次就是这样打 我们就是内部一波 你可以看 呃其实 可行性高的吗 对他们其实不太在意我们上来 他们有 他们有派几对狂战士来了 你看我这边时候因为我想要赶快独战 所以我这边就压后 我就没管 但其实就一对狂战士这样而已 他们是 重心都是放在中央据点跟那个 跟内部 但是我这边是有没有缺口的 我觉得缺口他们这边应该有摆阵 那刚本切回刚刚的图片 好 现在 呃我的二 第二行那一条 嗯 就上面已经 占据了对不对 嗯 今天上城墙后 呃两对炮兵是要换亚克 因为是没有攻城踢的 我要换成亚平 对啊 也顺便顺便上面的那个 炮兵都在下面啊可以换啊 下面都OK 因为上面的亚平上去的已经也可能消耗一部分了嘛 那刚好是 替补的动作 然后 呃两对炮兵换成亚平 然后换成亚平 所以这时候就没炮兵了 对啊 因为这是没有攻城踢的打法 嗯 亚平是都在右城墙 要往右城墙上去了 OK 总共会有四对 就是你原本你原本是安排这样嘛 然后这两对换完之后那这两对勒 原本上去了这两对勒 他是不是赢在上面了 是不是有消耗那个弹量 嘿 那 我理想一点 理想一点 一半 或三分之一 你是指人家来反制你的城墙的情况下 他会消耗掉 还是说你会设中央据点的情况下 也会设中央据点啊 OK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讲你 剪子我 剪子架好了 我 你第二步就是要去内谱 还是中央据点 我就是要刚好要讲啦 就是第二点 换完亚平就是上右城墙 然后 你一个亚平一个近战 我是 简短的去 讲的 今天是占据中 中心的上方 中 中间的那个 上方 中央据点上方 这里啊 诶 刚本应该记得吧 嗯 然后另一对会在右侧 就是爬楼梯上去那地方 另一对会在右侧 对啊 所以 啊 诶 所以这边 这个星星这边的话是 几对 四对在这边 呃 基本上就很多金正在那边 是没错的 嗯 然后你说 哪里说另外一对勒 是在爬楼梯上去那地方 一样位置 OK 我要这么多 那刚本 嗯 上次不是说过 呃进行消耗的动作吗 对啊 今天对方要上来 是不是要从 两侧楼梯上来 嗯哼 中央据点两侧 嗯哼 那左侧当然就是要靠 本身 部队去 打 但是如果从右侧上来的话 你爬楼梯上来那位置 是打得到中央据点的 这边 这样 对啊 还有不了解的吗 所以这边就是说 这边先说 是不是大概10个人 在城墙上面打中央据点 之前值得配置吗 就占据中央据点那个城墙上面 然后架炮 嗯 嗯 大概10个人吧 呃 打个 也不会到10个吧 我看一下 5 6 应该5 6个而已 5 6个而已 因为他要内部 哦所以还有一队要去内部 是啊 就原本就有去内部啊 第一部的时候就要去内部了 你就原本就有拍 对我去内部是不是吗 嗯哼 好 那我先理想話 你可能會比較好聽 今天中央劇點上面 是不是佔據了 那你會不會架砲去打中央劇點後方的遠程甚至器械 但這邊如果是砲兵的話 他有優點的 如果工程塔的情況的話 你是有砲兵在這邊是 非常好用的 因為 你一點無疑 然後對方用砲兵打你的話其實不好打到 因為那種角度 有印象啊你們 在中央劇點的時候 嘿嘿 就上方的話如果有砲兵在那邊的話 但是我這時候是用雅瓶 那這邊我用器械來代替 器械去打後方 那右側要幹嘛 打中央劇點上面的人 不要省器械 我用器械來解釋會比較輕鬆 這邊這邊打中央劇點 這邊打中央劇點 的後方 的後方 對啊 這條路都是可以打 後方 架器械直接砸後方 啊這邊呢 這邊砸中央劇點 右側 所以右側那樓梯吧 所以右側這個樓梯 這邊嗎 原本爬上去的地方 這邊 對啊 嘿 這邊不是也會放一個雅瓶跟 一個 警戰是保護他啦 OK 那也可以適當的去中央劇點壓迫 那這時候 中央劇點 是不是會 受影響 會被雅瓶吃 甚至說 他放在哪裡啊 嗯 所以基本上不會刻一充吧 這 太風險的做法了 我們先理想化一點 應該不會這麼的 兇吧 因為你這個 行動啊 我看起來要 8分鐘到10分鐘吧 遠遠程程的你加好這個陣 加好這個陣 一切順利啦 就是可以順利進行到說我們器械借好然後開始消耗對方 因為對方畢竟也是會上城牆放手我們 我們如果真的全部重心在這邊 城牆要難應該不難 只是只要要進行到 我們沒有任何的壓力可以 那個 跟對方做交換的時候可能 跟聲明說已經要已經過了8分鐘 那你們覺得還有什麼 就是覺得 這個安排 就進行消耗之後然後再往前 推進去中央劇點 我有類似 遇過就是類似的情形就是我們已經把他的正面的城牆站下來 但是 我們只要一下去就會被收割 就算我們一直在上面不斷的開炮 連康格里夫都有 假的那當下我記得 那個時候忘記是 就是忘記是打巴黎還是哪裡 就是很類似的情況 我們正面的城牆什麼都站下來了 可是我們 下去的時候就被無情收割 因為很簡單 他們中央劇點 拉兵過來跟你打 打完之後 武漢去送 送完之後他們會支援 但是你的打藥 你的兵就會 給他耗光 你看 我就要說 雅萍的支援就來了 今天 可是 你顧不到左邊的那一半邊城牆 那個樓梯 你除非兩邊都有加 不然的話 你的火力可能會集中 因為照你現在目前的配置 我看起來會比較像中央劇點 上面不是有兩邊有樓梯嗎 對 就是以防守方來講的話 在右邊的樓梯來講的話 你們會是相當的吃香 這是無庸置疑的 然後 他們會從左邊包 然後你如果說從右邊下去的時候 有東西會 就是 他們就可以調度來收割你 那個 右邊下去的時候不要離開樓梯 是騎兵不會有影響的 對啊那你永遠的也站不了中央劇點啊 這時候就是要 派一兩隊去就好了 當誘餌或是 順便站 那個交往劇點 那這時候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騎兵 立刻支援到這裡了嗎 你說騎兵就從正門進去了 從小路或者是 浮吉那邊衝過來啊 浮吉那邊 我說敵方的敵方的 今天我右側跟中央劇點上方 都進行消耗的時候 是不是對方也是 死了死退了退 而且是有架器械等等的情況的話 是不是差不多 人數是並不多的 嗯哼 然後今天 這太理想化了 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樣子 你不能 前提是我打贏了 我已經把 中央那個 城牆站下來然後內捕又站下來 沒有我內捕未必要說站下來 喔所以內捕現在是沒有站下來的情況 對對對 OK 這時候是不是 有雅萍去在右邊去騷擾 中央劇點上面的人 然後中央劇點上方是騷擾 中央劇點後方的人 這樣子形成一個消耗的 作用啦 這是那個鼠王提的 就是後來進化一點 策略 那這時候如果消耗得當的 我們再往下推 這樣能理解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消耗比他虧啊 因為你是進攻 你沒有補擊 然後他 武將 跟他的兵團過來跟你換 換到 我不 不會說換很多啦 大概是 他一個兵團換你 20% 好不好 20%你死掉 你的兵20% 然後他的武將 新進來的 又是100% 對你80% 這樣子就不好 他就從哪邊上來 都可以啊 內補那一篇可以過來嗎 他們五隊推過來的時候 你也是一樣啊 還有他中央劇點可以不跟你打 他可以拉後一點在 左補等你下來 他就收割 我這個 怎麼講 是一個作用就是 右邊是打中央 上面是打 中央後方 那剩下的競爭是 可能說從左側 壓下去 其實是有一定的消耗量 但是 理論上來講 消耗得當的話是 可以往前推進的 但是這邊我會有一個重點是 我最右側的壓平 我會 差不多要進行推進的時候會 放在 跟那個 中間上方的壓平 放在右側的樓梯 不是下去 不是下去 原因是 可以撤到中央所有的 範圍 包含棋平 主要是防止騎兵 因為很多步兵都是怕騎兵 嗯哼 那今天不要刻意說放置 太多部隊在中央 甚至樓梯上 甚至說 小鹿那邊是有競爭在手的 所以他 馬要馬就直直罐 要馬就是轉向去打 那個 左 左方下去的人 這樣 了解嗎 我覺得不會太理想化 這13 那 照目前配置你其他人 因為目前是13人左右 那 剩下的人是在破口那邊做 找機會突破嗎 對啊然後順便或者是 這張據點 確定差不多要推進的時候 那是不是從正門 直接騎兵灌進來了 就 騎兵那個 門口兩個騎兵我算了 就是加上因為你現在是加起來的話應該是13人然後剩下兩個人就是 破口 我沒有刻意算到15人是因為 就是 會變動啦 然後我就是說核心就是剛剛說的 消耗的戰術 再去做推進 這樣子核心是這個東西而已啊 相對的會比較安全吧 這種打法 然後如果有工程塔的情況 有炮兵 那個時間會縮短 集結的時間會縮短 因為炮兵如果上去裝上據點的話 他就是一個器械了 然後但是這個器械就只要精準打擊一點 會比較好 不要浪費彈藥 這樣子而已 所以有炮兵的情況會 會更容易的佔據到這張據點 所以你這個打法的這個兵種的配置 會重點在雅平你跟 然後雅平你是重點 然後不兵的話應該是鐵人跟重師 才有辦法去強這個 強這個城牆 那 你你如果是敵方的話你會怎麼反制 就像那個 誒說 他說他首方的時候 炮兵拆城牆上的器械 兩發可以拆一個 想想 因為我我會講如果是我啦 如果因為你這樣子我看到你上面 人那麼多你 內補又有要偷 就是在城牆上面 基本上就十幾個人了 那我會做的方式就是破口我留三個 然後小炮兩個 小炮兩個就像剛才那個喵姐講的 小溪說的 你一定 上面不會很好過啦 然後其他的我大門的人 四個然後剩下的是從 內補 我就把你那邊的滅掉因為你三個來 能鬧多少 我六個人把你吃掉 然後 往 那個城牆上去然後再加上大門的我從左邊上去 等那個 就是 壓一波啦 因為你最右邊只有一個雅平寧跟一個 不管中式還是鐵人 有六對 六對城牆兵你一定是被滅掉的 如果是我的話反制會變成說我會從 內補那邊 壓多一點人 我忘了說一個東西啊 不是炮兵換完會有雅平嗎 然後 原本有在上面的雅平會 留一點彈藥量然後去 幫忙壓制內補都可以啊 可是這個反應速度人家一定有反應了 就是跟我說的一樣你五 五隊員嗎 他 六隊員過來打你 他六隊員就是 啊我沒有兵了我又 我要去送了然後六隊 又再 反針出來 你消耗的嗎 對啊 因為你除非是雅平跟那個是先去幫忙補給點那邊不然的話就變成 我打完三個再打那兩個 就是防守方會變成說我先清掉三個人然後我再去清剩下的 嗯 就是如果說如果說你也是 那個這五個人 都先去把那邊清掉 直接去內補的話 呃我覺得這個力量比較強 你說原本上面的雅平 對雅平跟保護他的那位朋友 跟那三個進去鬧的 那個兄弟們 因為之前我們試過就是 大概四到五個人去偷內補 然後 因為資源不夠 所以在內補雖然我們拿下來了 但是就是被摸到死掉跟你們上次有點類似 就是 就是剛才Semi 那個有充 破口的那次很類似 那我懂了 你不下去人家也會上來那你下去你後面有沒有辦法 有後續的跟進的做 的動作 壓迫那些泡兵的位置 所以無法進行騷擾到 升降上 嗯 如果占軍的內補的話 目前這個打法 確實最大的威脅就是泡兵 就是敵人的泡兵 還有你下不了城牆 就是你下來城牆的話他可能有騎兵收割 對 你沒有工程塔你的補給速度就是慢 所以我才刻意先不用工程然後再去 看有沒有精進的 地方 然後再去做有工程塔配置的話 嗯 因為有工程塔是 真的是輕鬆很多但是如果沒有的話怎麼打也是要解決啊 嗯哼 所以我才先不要 工程塔配置 OK 還沒其他覺得 有沒有同學問題 我的話我會覺得 可能就是 減少正面的數量 然後 然後 尋求說那個 中央 那個 大門可以突破 因為你 你現在就是 可能兩隊去擋住他的內部的樓梯 讓他不要上來 嗯哼 招槍槍中式 之類的 找一個 就是能卡多久就卡多久 然後其他的人是去把他的中央那邊 的病例要那個消耗掉 壓掉 然後正門騎兵灌一波就可能超常槍 被滅掉之後正門騎兵灌一波然後全部等下去 然後往那個 外補壓 就是主要還是先把補給點拿下來 然後 那個 就是騎兵進去之後直接灌補給點 然後步兵就是要把那個小路守好 就是 現在中央據點的正左方跟 補給點的那個小路 這邊嗎 嗯 那邊可能就是一隊兵壓在那邊 然後其他人往前面的那條路灌 補給 這個東西就是很 要很趕時間 然後 對 斬電戰 你必須要消耗人家的數量大過於你自己被消耗的數量 這個打法是 你們覺得 現在這個辦法 呃 我是覺得很多可以精進 只是說 這種方法 是不是感覺消耗量是最低的 總比硬塞之類的方法好 對可是 你這個就是 你這個辦法可以 但是接下來的動作你會 往哪邊 就是 嗯哼 接下來的就是 要是要壓中央還是內部 兩個側面 兩個想法去攻擊而已啊 喔那就壓內部就是把正面的人拉過去就對了 其實壓內部還蠻同意就是炮兵會很受很大的威脅 就不敢亂加炮 壓城牆上的人拉 的確會比較好啊 像現在討論就 內部其實比較 更有威脅性 我覺得內部拿掉 然後再 就是怎麼講 因為他這邊有太多小路了 你只要有騎兵他超級好繞 那會不會建議爬上去的人去內部的人 帶一堆步兵跟一堆騎兵 會啊 我是覺得這樣配車比較好 我之前 玩這個是有 有想過啦就是 那個 城牆的 城牆部隊大概 我是配大概五個人 那那五個人都是 步兵加騎兵就是城牆兵加騎兵 然後我就是不管你偷幾次你就是 偷到為止 你偷到就是換騎兵然後來撞 不管我們成那個 正門或破口怎麼打 你就是 我正門動了或是我破口動了 你就是進去投 八十幾 對 就是 就是 一般來講的話 我記得我之前跟 好像黑糖還是誰 聊這個地圖的時候是這樣講 總之 這個地圖攻方的話 是不是城牆是 感覺最薄弱的 嗯哼 所以以城牆上 那個 應該是以城牆來進攻 其實這地圖就 應該定幹了吧 目前這個打法 你破口這邊有要幹嘛嗎 這都沒有進攻的意思 起兵放在那裡而已啊 就起兵嗎 然後如果真的有情可以情況可以壓進去就壓進去啊 嗯哼 只會看到 有實際的話 你們衝進去 繞小路進來 嗯哼 之類的啊 OK 這是可以打看看 但這是賭一波 這個賭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對方如果像我們剛剛模擬的 真的搞這樣 這個就很重要 這三隊換那個換騎兵的步驟就超級重要 我覺得不能先消耗中央 如果這樣講話 因為 炮兵馬是很棘手東西 對啊 最好是 人員都壓制內部 對啊就變成這樣 大部分 會比較適合 那這個方法也可以賭成功說 其實對方未必會那麼 在意中央局 這可能是對方 會忽略的點 因為我們剛剛 稍早6點開始就討論說其實 好像連金龍都認為說是缺口補給點很重要 他們甚至其實中央局連一直來一直以來我覺得兵都沒有放到很多 他們就放兩組都放著然後都不會去動就放到那邊而已 三大將也是這樣 嗯 所以回歸到一個 那個肉將剛有提到 就這邊消耗完之後 確實可能我們都可以清完 站完中央局 到底 那個下一步 要如果強這邊可能是個重點 這邊是相對棘手 因為 我是覺得說 我們要其中一定是要用補給點換補給點 在這張地圖來講的話 因為你 第一個你站中央是1.1都沒有的 他至少三四條路可以到你的邊 然後你看他現在好破口有兵 補給點有 然後他又那個本陣可以一直不斷的進來 那你站中央據點 的意義 有點 你這邊又不存在補給所以你 那個一定要想辦法去吃他的外補 就是他的左補這是最重要的第一個戰略據點你通常拿下這個補給點中央據點不走的話也是身手割而已 就像剛才你們防守的情形是一樣的 他重兵直接在補給點架起來 那你們要怎麼 你們就 中央據點也只能慢慢被磨掉 他正門的就慢慢散步進來把他踩掉就好 他不需要再分任何人去中央據點站 這變成說先在 那個左邊那個補給 破口的敵人比較破口比較近那個 然後集結好 然後再去壓就可以 再看他要去哪裡都可以 基本上你如果說你人都已經進來了他的內補 右邊那個補給點他還要幹嘛 就是他那邊也是 自然而然一定會掉 除非真的是太誇張的就是 我們應該沒那麼差 應該不會發生這種失誤 被人家用那個補給點換掉 嗯 那大概定案就是 城牆而已嘛 OK 這次可以打看看 這個方法也可以 這個有點就是 打這張圖對方的弱點啦 因為 就連我這個 就連我都不會太 我如果是防守主揮官我真的不會放太多心力在中央據點跟 城牆 那如果我們反而這樣打的話或許 可以打出一個 什麼東西出來 這個可以試試看 因為以往齁 其實這個東西最早 那個小西就提出個方案 就是打這樣的 一樣是打中央據點 可是更 冰是側重在放炮冰去轟 破口的那個 布陣 然後轟完之後 騎兵倒部隊進去 但是 這次好幾次打下來都 成效都沒出來 因為 有風險啦 對啊因為 我炮冰到這邊好了 人家那邊有一堆舊炮 一堆什麼鬼東西到這邊 就狂轟 炮冰根本生活不能治理 還有那個中央據點 後方 圓庭那附近 好 如果有機會 可以試試看看 因為我通常看到都是要嘛 城牆要嘛破口 打這個圖基本上只有這兩個但是 不管是不是有打破口的 他城牆在那一場 就是半個小時內一定會上去 一定有上去不止一到兩次 就是在 在突破中央據點之前的那個階段 他一定是城牆向去騷擾 然後別的地方就會有機會 因為你 第一個你城牆 我講城牆就是正面跟右側 右側人家要防止你偷內部 正面他會防止你下來吃他中央據點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所作為 那就是差別在說你用多少人力換掉他多少人 然後可以把 可以讓其他地方打開多少空間 如果每個人都是Semi的那個 Semi的鐵人應該就有辦法了 誰上來誰就得死 鐵人是真的太強了 像剛才Semi如果說他掉騎兵過去的時候他後面有人跟著的話 那個血鬼說不定不一樣 對 還有你可以去看看我們巴黎一進攻的時候嗎 我們好像是 跟剛剛一直了說的就是在 15分鐘吧應該大概是 15分鐘解個是 我們準備壓下去吧 對啊就彈內部 看起來 對啊對啊 其實看起來也是 啊 他們跟我們消耗 這裡是不是會擔心 人家騎兵衝撞之類的 都有啊 擔心的可多的 那這時候 劉亞平還比較 就會比較有利啊 打這邊的話 我們有站起來是沒錯 這邊就是少了你剛剛說的那個步驟 就是都沒有加騎鞋 然後你看這邊就真的是 這邊我就是每次都釣不到雨 我真的很北蘭就是我那次打我印象很深刻我一直瘋狂說 他們到底怎麼要走 這兩對就他媽說要用雅萍啊 雅萍加這裡啊 一直放他然後死都不走你看 這邊是5我也不會讓他走 那這裡架雅萍你們會覺得如何 對啊 對啊就是 但就是就變成說我們要 互送雅萍上去然後器械要加 就是這樣 那邊 人家也會加器械反啦 如果你有雅萍林在那邊的話 嗯 而且正常來講你門口人家 可能已經有雅萍林囉 還真的比較少看到了呢我不知道為什麼 喔 好吧 因為我們 我們打的話我們是有 有些 我比較不明白 其實雅萍很重要但是 有些好像就 甚至說啦 鋼板就是 有點太在乎 方陣了 對啊 方陣配置很多 嗯 我覺得現在的方陣真的 真的不強 不強的方陣 我覺得他這個概念是因為之前 曾北很強的時候方陣很好 被影響的啦 對啊 好啦那我再想一下方陣減少好不好 減少方陣增加鐵人跟雅萍 所以照你這樣安排我 以往安排的 我以往雅萍都安排兩組 照你這樣講可能要到四組沒有 你那瓶子 我是因為 欸說 瓶推也要多一點 欸對瓶推我也覺得多很重要 他有時候那種實際進場真的是 太重要了 靠北這個就是 你知道我們最開始打零土戰就是一堆瓶推 但瓶推會玩的真的就是 要學啊要教啊 瓶推是認真難上手啦 就連我現在拿去打工程我瓶推未必玩的好 何況零土戰 好啦那就 唉 就還是得放 然後雅萍只是 多加兩對 然後一對是放中央一對是放 固定的班底概念 嗯哼 放那個 破口那邊有一個 小缺口 嗯 就可以了 幹我方陣真的放很多 另外就是泡兵跟雅萍 所以但是泡兵主 主要 我沒有 小缺口 恩 好 OK 那老師還有嗎 我不是老師啊 那講師還有嗎 沒有 只互相討論而已啊 阿妮 原本想要問問題 然後給人家 阿妮你不是有講真打嗎 原本想要做但是一次討論就 沒了 時間過 快來有講真打時間 你不是要發獎勵嗎 現在很多人 重點我問的問題 剛已經討完 討完完 啊沒有其他問題啊 就是要討論就我想要問說 這裡要怎麼去做解決 但是剛一直去討論而已啊 OK 有沒有其他想法 OK 那我們那老師這邊算是告一段落了嗎 那他 其他人呢 有沒有 在場的 皆さん 有沒有什麼 喔 主要是 我就進攻方大概就這樣 呃比較有 記憶有心的是防守的 我們可以再回到防守這邊看他有沒有 覺得 兩場你看完然後又 覺得是 啊一定要一定要去 修正的地方 有嗎 沒有嗎 沒有有嗎 有打字嗎 這還好 好OK那 那一隻鳥看你這邊 看你是要宣布下課還是怎麼樣 他在下課 等一下我講一個東西 好 我昨天我跟 是 沒有 是 加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